或許你沒聽過這個牌子 Devogue 但你應該看過他的包包 韓劇來自星星的你 時尚女王千頌一 大家沒忘了吧 還有許多東西名人 也是他們家的粉絲喔 成立於1829年 Devogue在布魯塞爾開了第一間店 當時比利時甚至還未見過呢 而這間店只有三個家庭 我們很小 我們很自身 我們很自由 我們很自由 曾經在比利時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發表新包 也曾讓比利時最著名的地標尿尿小童 化身成為他們家的工匠 更成貨班比利時皇家御用證明 Devogue在比利時的歷史上 從未缺席過 你知不知道 你當時18歲 20或15年前 你最需要的禮物是 得到Devogue 走過187個年頭 這個史上最優秀的牌子 擁有自己的緩慢步調 我認為因為我們不是化身公司 我們不是化身公司 而我們並不連接化化身公司 我們會花時間做完美的事情 我們是非常高的質素 我們會發展到產品 當產品是完美的 我們會不會在於 壞性皮膚 壞性色 所謂的藝術教育 守舊兼具創新 是Devogue的成功之道 如何保持 DNA 如何保持 精神 如何保持 精神 如何保持 這品牌的優秀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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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為它證明了 它是像Hermes 在法國 我認為它是 Belgian的祝福 DNA